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把村里最厉害的泥水椒酥又掉过来了 干脆逆挪很快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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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朋友们说一下我这边的想法 做一个院子的想法 就是 这个以前是一个老的厨房 现在还是当厨房用 然后这边的话 是做一个 院子 里面可以养鱼 然后有草皮 然后有甲山 我之前学过室内设计 不是室内设计 是景观设计 建筑设计 这一块的 所以像这一块可能 稍微懂一些 设计比较懂 但是施工 但是施工就不清楚了 所以就按照自己的想法 去做一下吧 大家也看到啊 我们村里这个泥水酱 师傅 是不是蛮厉害的 两天时间啊 一共是 两百八一天 两天的话是五百六啊 五百六 三面围墙全部都切得差不多了 我觉得两百八一天 确实给少了啊 我觉得这个效率 效果啊 真的太棒了